大家好,我是中山房氏 日本名字是中山茜茜 今天我想做我自己的自我介紹 因為很多人問我 你是日本人的觀光客嗎 或是日本的留學生嗎 所以我想回答我現在的情況 所以首先我是日本人 然後我是在日本出生 到18歲我在日本念書 所以差不多一般日本人的那個學生一樣 我從18歲到21歲我在美國念書 我在Denver Colorado 美國的中西部這個大學 University of Denver 我在丹佛大學政治系念書 兩年半 然後我來台灣念書 這是差不多我的人生 所以我來到台灣的一個原因是 我想在台灣念書建字 所以我那時候是美國的那個 第二年 我當時在美國的學生 我當時在美國的學生 我當時在台南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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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台南的學生 但是我當時 我當時不可以說任何中國 所以我當時 現在的中文也不夠好 但是那時候的中文是真的 好吃 我喜歡吃 我喜歡吃小籠包 這樣的level 但是那時候 2014年的時候 我來到台灣 那時候是 一個月的旅行而已 但是我那時候決定 來台灣念書中文 然後 申請 台灣的大學 或是研究所 所以 2015年5月 第一 對 2015年5月第一 我從美國的大學 申請一年的休息 休學 我申請到 一年的休學 然後2015年6月 開始學 那個 在台大的語言中心 學中文 那個CLD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在台的 NTU CLD 那時候 在CLD 台大的語言中心裡面 有很多日本人 很多日本人 發潮的那個外籍生 泰國的 馬來西亞 印尼 然後韓國 跟 新加坡 越南 美國 俄羅斯 所以我那時候是 我學校的課程 課程裡面 都是外籍生 因為他們是來台灣 念學中文 但是 他們不是 他們的 大部分的人的目標是 來台灣學中文一年 然後回國 但是 我那時候來到台灣的原因是 我想申請到 台灣的大學研究所 然後 來台灣 學中文的時候 也是有一點辛苦 因為 我想申請的大學是 台大跟政大跟成功大學的 政治系研究所的 政治系 有政治系的 鼓勵的大學 政治系 是我現在 學的字 然後 我在美國 的時候也是 學政治系 因為我對政治 關係 或是 國際關係 有興趣 所以我 2015年5月到 2016年 6月嘛 8月 8月 在台大 院中心 然後 5月13號 我還記得 我跟現在的我的 真大的 外紀生的朋友 我們一起看我們的 results的結果 它是通過 然後我的是 沒有考不好 那個沒有幾個 但是沒有考好 那個是 waitlisted waitlisted students so I couldn't pass the exam I was waitlisted at that time 2 months I waited64 days to get my final results which was 2016 Jurai force I received my final result 現在的念書的那個 政治大學 政治系的那個 辦公室送給我 Congratulations 中山先生 你的位子 你現在有你的位 現在我們可以準備你的位子 通過的一個 應該是美國人 他是其他的大學 或是其他的那個系 所以我可以進去的 然後我一年 學習 我在一年學政治系 然後現在是到二 所以我現在是二十四歲 但是我現在還在念書 所以我真的覺得 心理 心理裡面是有一點累 因為我二十四歲 我的高中同學 然後我的 美國的時候的大學同學 都是現在在上班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做的是 每個YouTube videos 我在大學念書 在看書 因為我 我現在的研究是 都是台灣關係 所以台灣關係的 日本的 科 中華民國的憲法理論 還有政治的 政治關係 或是通知寫 這種類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 最近心理不太好 所以我真的 一直做 一直 make YouTube videos 然後 所以我真的覺得現在 心理不太好 但是我現在想 回到你們的 回答 你們的 questions 所以 如果你們 覺得 我人生有興趣 或是 你的人生很 不太 你的人生真的糟糕 這樣 都可以 你可以 你 我想聽你們的留言 所以 現在 我是 還是 在大學念書 所以 唉 我有一點 擔心我的未來 但是我覺得 這是我的 自己決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真的 不能後悔 因為我不想後悔 我自己的決定 然後我的 台灣 台灣 的 身份 所以我想記錄 我的自己 台灣的身份 而且 台灣的 朋友們都 對 日本的事情 有興趣 或是 日本朋友 在台灣做什麼的 有興趣 所以就是 我就覺得 未來 我想當 那個 台灣跟日本關係的 一條橋 就 呀 這樣子 謝謝你們的 收看 拜拜